清晨的和罢宾社区熙熙攘攘 各族人民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汪光华来到自己的土特产销售店 开门迎客 他和藏族朋友多吉良人默契合作多年 是远近闻名的民族团结典范 王总 我觉得你这个生意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呀 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以前刚做起来的话 你那个难啊 你也不知道 最后认识我这个多吉的大党之后 才个生意做起来了 他在下面说话 我在上面开始慢慢找科员 那多吉哥 你为什么当时会跟王总一起合作 王总一起是吧 我第一次他就是拉萨列的时候 就我车就连接到拿了 拿了的时候就实际上上面不好面 在外面人是没有嘛 在外面我好像少不到嘛 他第一次来的话就是两斤出车 直接放在我家里面了 哦 对 他也相信我嘛 这个就是人与人家主要是新人团结 你说韩子也好 葵子也好 只要新人了 一旦新人了 就开始就做生意也好 就好做了那个 哎 王总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了 那你们这个客户都哪里来的 客户的话我还有一个酒店 从酒店积累了一部分客户 这慢慢客户慢慢是体力起来的嘛 就可以他客户客户 就要慢慢做起来了 我那个酒店刚开的话 我就是亲女酒店 刚开始做的又做不起来 因为做不起来之后亏了还亏钱了 所以请了个就是大学生 他给我管理才把这个酒店也做起来了 还还最近他跟我哥哥那个网件 网件也做起来了 哎呀 王总 我觉得你们都太厉害了 我知道我要跟你们好好学习一下 我真是也在西藏以后 看能不能干个什么事业出来 现在这个社会是社会这么好 想创业的话 国家有很多扶持政策 有免息贷款 我都得了那个免息贷款 还有很多那个中床空间 都是免费无故的嘛 不论你做哪一行 只要监制的话 肯定能成功的 行 借你激烟啊 好 明天我再来 好